台中臺子附近有上千戶住宰大樓的住戶 最近發現一月份的瓦斯費 帳單竟然比去年同期還要暴增兩倍 增加將近千元以上 住戶就質疑是不是瓦斯公司超錯表 或是管線有滲漏 天然氣公司表示會儘快派人查明原因 拿著最近收到的瓦斯費帳單 住在這棟社區大樓的民眾越說越生氣 因為仔細比較一下 才發現瓦斯費用暴漲了超過一倍多 民眾拿出前後兩期的帳單做比較 前一期大約一千九百多塊 不過下一期卻暴增跳到三千五百多塊錢 幾乎漲了快要一倍 而這位住戶去年一月份 天然氣使用額度只有七十七度 不過今年度卻一下子飆到了一百零二度 讓這位太太得多繳了七百三十一塊錢 有的是有倍數成長 譬如說在去年 在去年有一位住戶是大概六十幾度 然後今年卻要用到一百多度 是電熱水器 那又沒在家煮飯 又用電熱水器 為什麼會有兩千多塊的一個瓦斯費 這就不知道從何而來 不僅如此 攤著市中心的中山路周邊 大約有十戶的社區大樓 大約上千戶的居民 最近收到帳單都感覺變貴不少 額度在一倍到兩倍不等 住戶表示他們的人口並沒有增加 生活習慣也沒有重大改變 大量使用瓦斯的機會也不多 認為是瓦斯公司計算出了問題 民眾質疑可能是瓦斯管線破裂或滲漏 或是超表員超錯的度數 導致瓦斯費暴增 天然氣公司表示 將會盡快派人重新檢查管線 同時核對超表度數 找出民眾瓦斯費暴增的原因 基爾林健身 彭煥群 臺中報導